谢谢老师们来参加我这个讲座 我这个讲座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半小时 就是我介绍河马中文教学法的内容 后面大概一个半小时 后面第二部分就是老师们 你们提问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讨论 现在我的开始 我就从软件这里开始 软件开始我需要写一个screen 这是我的网站 就是合制网 合制网网站 但我也有另外一个网站 就是一个英文网站 英文网站是 我也介绍一下 英文网站是 HE Chinese 是这个一个网站 这里面都是英文的 就是我有两个网站 第一个网站呢 是中文的 这里面就有很多内容 可能有点慢 我们就这是第一个网站 就是汉字的网站 合制.net 我们的软件呢就有 第一个软件就是 汉字自行知识与技术的软件 第二个软件呢就是 河马中文第一册的软件 还有拼音教学的软件 拼音教学的软件 有五个软件 就是这个汉字自行知识与技术 汉字自行知识与技术就是这个软件 嗯 一二 我们先介绍这个软件的一个 总的功能哈 就是 它有很多个块 你看右边的目录 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块 还有粉红色的块 绿色的块 还有呢 呃 白色的底 还有一个绿色的底 这是都不同的功能块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 现在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在线输入 嗯 比如说我们要打一个 嗯 我们就就可以打打字了 对吗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在线输入 这个呢就是 比如说 中华 中华人物 它就可以查码 查码就可以把那个中华人物的 那个字 呃 它的编码都告诉你 并且还给你图片 嗯 这就是你可以打任何 这在这里都可以查 这个呢 对于老师来说 如果是要查个编码 或者是查一个图片 在这里 你就可以有图片 你考下来 考下来就可以放到你的教学 做做教案 这是一个这样的功能 这第三个粉红色的呢 就是视频教程 比如说我点击第一个 第一个视频教程 我们 我们打开了 嗯 这是 这是 核码的 25个数字码 嗯 核码才用25个数字码 为汉字编码 嗯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视频教程 就是用中文的视频教程 这个视频 我们还有英文的视频教程 一 如果 如果这个视频教程之后呢 这个三个绿块呢 就是我们 上课用的 教师 学生 培训学生用的 第一个呢 就是从25个数字码开始 嗯 这个是三个绿块 如果是说我们把这个学完之后 我们 说一个绿块就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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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是六个小时 你就可以掌握汉字 执行的知识与技术 掌握完之后呢 呃 你可以通过后面的这些功能呢 来训练速度 就是一码字 二码字 三码字 呃 你就可以 你可以训练速度通过这种方式来训练 训练速度 呃 这就是 呃 比较慢一点哈 还有持组的编码 你看这里有很多持组的编码 嗯 这网络在 网络稍微 嗯 这个底下呢 就是我的所有的重要的link 所有的重要link 就是教程 嗯 你们可以到后来可以看 这就是一个整体的结构 就是这个软件 第一个软件的一个一个结构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讲 呃 介绍 讲核马中文咨询技术 嗯 这个网络 呃 传得很慢 啊 这是持组 刚刚点击的那个 现在才回来 好 我们的 这就从开 开头我们来讲这个软件哈 这是 你看我们要拿个中国 你看我输入中国 它就出来 中 我 它呢 这里是数字 输入数字就出了 呃 出来的字 这个数字代表的意思呢 就这里也也也有显示 那么这个数字 为什么能够输入汉字 能够输入汉字呢 这就是我们要 接下来介绍的 好 现在我们就从这里 通过数字来输入 输入汉字 我们现在是在大键盘上输入的 比如说啊 深圳 现在我在深圳 那就是深圳 你就是大键盘输入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小键盘输入 你看我们我们把小键盘进入 这是一个小键盘 我把它进入 你就可以通过小键盘输入 就是核码呢 它是一个小键盘通用的 你看这个是 比如说要输中国的话 中 那就中国就出来了 对吗 就是核码呢 它的输入呢 是可以电脑键盘跟数字键盘同用的 好 现在我们就介绍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打了一个数字 就可以出汉字 我们就从这样 核码的编码 它是采用25个数字码 五行五列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五列 一一二三四五列 五乘五 就组成了25个数字码 25个数字码在大键盘上 我们大键盘不是有26个字母吗 我们就用26个字母中的25个 来输入这个25个数字码 比如说这个141嘛 对应的在这 141 142 143 144 145 21 22 23 25 比如我们打这个放大一点 现在我们打的141就在这 141对应的什么字母键呢 就是T 12 12就是R 13呢 就是 14就是W 这是T 这是21 22 23 25 声音没出来 这个网络还是不是很好 那本来这里有声音的 31 32呢 32呢 32在这 33 12 25 35 对不对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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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互联网 互联网的声音是从服务器上传过来的 它所以就有点慢 之后 42 43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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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字码呢 也可以在小键盘上输入 比如说25我就打一个2一个5就行了 一个2一个5 32 32 你就是3 21 23 33 33 23 这个25数字码是可以在大键盘上输入 大键盘是对应关系 是这个对应关系 在小键盘嘛 你就是直接插上一个小键盘就可以直接输入了 那么这个25数字码对应的什么字根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看下一个 25数字码是这什么意思 横数撇纳 这是汉字最基本的笔画 好了横数加撇纳 这就是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第五区 后来就慢慢演变成 横区数区加区撇区点区 慢慢演变成 这就是25个数字码 这是五行五列 第一笔画是横的 这个所有的字根的第一笔画都是横 这个所有的字根的第一笔画都是竖 这个所有的字根的第一笔画都是横 并且都有个加号都是加号 都有个加号 这是所有的字根的第一笔画是撇这个点 那么我们再往下来 我们就可以认识一下这个字根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横的编码就是11 这个左框的编码就是12 右框的编码就是13 这个长的意思是15 21222345 我们就能打1112131415 2122232425 31323333335 414244345 本来这有声音的 这仍然是之后了 是2515253545 同样在这里 同样在这里我们可以中小编码输入 比如说这个是 左框下框 横 字加 横 内掌 点 点 5 长 左框 下框 点 内上框 攻 长 如果说你打得很熟了 横 如果是你掌握的这25字根 掌握的很熟了 那么你就可以 如果是这里打到150次 比如说在这里点击星期间 你可以设定一个位置 你可以 因为它说选择取点位置是1到7 你可以把它选到7 我们选到7 后来到这个 两点 那么它就 它这个页面就到7了 这个从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 你可以 显示这个字根表 或者是 关闭这个字根表 关闭这个字根表 它就显示你打字的速度 比如说我现在来打字 日 木 水 上框 人 心 点 水 水 日 下框 撇 右框 攻 下框 你看到这里就显示 如果说打到一个 上框 利 口 上框 两点 左框 谜 上框 利 草 长 图 日 全 火 左框 上框 上框 打到一定之后 它就会往下跳 跳到下一个 跳到下一个 你就是说掌握了 如果说你掌握了这25个字根的编码的话 你就可以用25个字根组成字 组成字的话就是下一屏 下一屏 比如说三 三的编码呢 它就是 三不就三个横组成了吗 横那边满的都是111了 那么三个横就是三个11 你就打的时候你就输三个11就行了 1111 112121 中式的就是一个口加一个数 两个口加一数 You got it 嗯 Done 这个 Great It is not difficult 就可以 就可以找到这25个字根 并且通过这个25个字根呢 就组成很多字 这里面呢 就一共有五页 一共有五十个字 你要打成 打完了这二十 打完了这五页 五十个字的话 你就建立了汉字字形的基本概念 嗯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你知道 第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通过这25个字根来建立汉字字根 呃 基本概念 等会我们在讲的过程中 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练习记忆这个字根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步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就是通过核码汉字字形技术的话 建立汉字字形的基本概念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呃 一个小时不管是中国学生外国学生都可以做到 呃 但是你一旦走到这一步 下一步就很好做了 呃 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是呃 从 嗯 25个字形字母入手的 后下一步呢就是 这是第一讲 嗯 25数字嘛 你要打得很熟练 我们在一般来说是从小字盘开始入手的 打得很熟练 之后25数字嘛 后来呢 你要学会 呃 这25个字形字母 跟25个字形字母的组成字 如果这款说完的话 你就第一讲的论用就达到了 第二讲的就是大字根表 黄折 这个大字根表呢就是我们汉字呢 呃 不仅仅是刚刚说的 25数字 黄 还有更多的 黄折 这个大字根表呢就是刚刚那个字根小字根表的扩展 也是 如果是你掌握的规律的话是很容易记的 我们有视频教程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助你记忆 呃 外部学生从 第一个字根表到这个字根表两个小时 中国人也都也只要两个小时 非常容易学 呃 这是第二讲 第二讲里面有字根表 讲完了这个内容 他的最简单的方 呃 简单就是有 呃 两个取码方法 两个取码方法 一个是分三块取三码 这就是每个汉字分三块取三个码 这是这个 这一个练习 第二个呢就是衍生之根的取码 衍生之根概念 其他的取码方法 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嗯 再一个通过练习的话 也就可以 如果是没理解就可以掌握到 接下来就是呃 一些练习再加上 呃 词组的取码 词组的取码 就是每个汉字都是四个码 每个词组都是四个码 四个词的就是每个字取码 三个词就是 第一个字取码 第二个字取码 第三个字取两个码 如果是二字词 那就是每个字取两码 一个都是四个码 就是每个字的四个码 词组的编码 那么 这就是第三讲 第三讲就是取码方法 呃 就是说 这个三讲 每一讲都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上完之后 呃 外国学生就基本上掌握了 汉字字形的呃 组成 制根组成 还有分解与输入方法 中国的人的话 一般来说 小学一年级以上 还是说 你我这样的承认的话 一般来说两三个小时 我已经教过很多人 呃 幼儿院的老师 还有一些小朋友 还有年纪大的人都教过 都只要两三个小时就掌握了 外国学生就是掌握这个汉字形 知识技术的话 应该都是四到五个小时 呃 四到六个小时 呃 很容易掌握 因为已经也是有很多教育实践的 呃 也都是反反复复证明的这个问题 呃 呃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软件 第一个软件是每一个外国学生 因为我现在在深圳教外国人 每个身 每个外国学生 他都要从这里入手 都要先学会汉字字形的书写跟输入 才进入第二个软件的学习 第二个软件的学习呢 就是 形音译 这是我的第二个软件 第二个软件也就是第二本书 就是啊 就是这个第二本书 就是HSK核马中文第一册 呃 核马中文第一册 这个 这个软件我也介绍一下哈 就是 第一册 核马中文第一册一共是 五个单元 每个单元五克 一共就是二十五克 你看 也就是 第一个单元呢 五克 第二个单元五克 第三个我们展开都是五克 第五个单元 一共就是五五二十五克 每克呢 就是这是第一克 你看 点击这是第一克 每克呢 就是十二个单字 十二个单字 再加上这个十二个单字组成的词度 一般来说是也是十五个左右 十五个左右词度 再一个每个字呢 都有一个句子 你看每个字都有一个句子 好 你如果是说 这是这是学习 一二三四五天 每个 每个汉字它都可以发音 天 天 天 这有快捷键了 快捷键反复 反复 天 天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这个 day the weather 是吗 还有呢 它的发音呢 就是我们用快捷键 天 还有它的字型结构呢 就是一横加一个大 它的编码呢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学了编码 这个例子就是说 你在学这个字的时候 你再通过 再学一下它的编码 学生都很容易接受 因为你学过了前面 自信知识一几 编码方法 所以说你对每一个字的编码 它都很容易理解 对这个字灵结构 它也很容易理解 这就是说 你这一页开始的话 就是说 形音意 全部一起来做 自行的结构 自行的编码 自音 自义 我们都是一起的 齐头并进的 好 如果说你把这个 单字和词语的编码 我们 你 我 你 听说都全部练会了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输入练习 输入练习就是你刚刚 二 三 我们 四 我们开始不是学了这个输入方法吗 那你现在就是 天 你 我 他 他们 好 我们 错 错了他就错了 错 我 门 你门 他们 他门 你 我 你 我 他 他 你 好 好 错 你 好 他要学一下 你们 好 好 三天 五天 五天 天 天天 一 二 三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五 四 五 三 二 一 就是很容易 二 就是就是这个这个是输入练习 这输入练习后来呢有卡片练习 就是你看他就可以把刚刚学的这一课的单字和词组 全部用个卡片的方式你要你要你要是念不出他的音也不出他的意思你可以用一个会计签 他就给你读音和那个意思执行结构全部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卡片练习 卡片练习如果说你做得很好的话后来就可以做测试 三天 三天 他 他 这是男的他 天 天 这就是听写 听写 听写当然这里呢听写了他就给了个英文提示 如果是没有英文提示的话那就是下面这个下面这个就没有英文提示 你看五 五那你就五那就听写你要把它打出来 你们 天天 天天我比如说我打错哈 我故意打个错字在这里哈 打个万 好后来你就可以 提交 提交了就告诉你哦这个错了为什么错了 天天天天天天你打个万就不错了 这个没打完的时候你还可以还可以输在submit他就他就给你一个结果 就是说这是一个测试功能就是看到你你到底把这个字记锁了没有能不能听写出来就是这个功能 后来这里有对话 对话的功能就是 嗯就是说你他把这个字遮到你们好 他把这个字遮到了你们好就是说给那个音给你 看你能不能听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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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吗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听力训练 就是听力训练 一天 二天 嗯 这是听力训练 还有呢就是这是查询 三天 嗯 查询 我们 你 我 嗯 你 我 他 这就是这个这个功能 嗯 我们 嗯 对 这就是第一课 第一课我们要选择内容 第一课学完之后呢 我们 二 嗯 就学第二课 第一课学完之后就学第二课 第二课学完之后就学第三课 每课的内容都差不多 是固定的结构 嗯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软件 嗯 这个这个有书哈 有书 每一本书上呢 有有 有有 嗯 还有书写页 每一本书都有书写页 啊 每一本书也 也有 每每每每每课里面 还有语法知识 如果说我们学完之后呢 我们去要求 呃 要求他把它录成 录成抖音视频 比如说 呃 你看哈 我给大家看一看 看看因为我们给学生录的那个抖音 嗯 嗯 嗯 就是说我们每一课 每一个课呃上完哈 呃 我先把它 石头学 嗯 OK 每一课每一个上完我们都会把它录成 录成这 你看 所有的学生的课程呢都要录下来 录下来 我比如说我点击随便点一个 应该有声音 嗯 上中下 和前后 早物患 昨经明 上中下 他就是 嗯 这个这个网 啊 网络不好 嗯 网络不好 那如果 呃 老师们你们那边听得到吗 就是说 老师你们反应一下你们你们那边听得到吗 这个网络 对收看收看有影响吗 你们你们收看了这个呃在你们那边收看有影响吗 哦听得到 好好谢谢谢谢 我就怕我的人讲了你们那边来收不到 好的谢谢 好 这就是呃我们再回到 再回到这个 谢谢 ok ok 就是就是我们每上一课的之后呢 我们都要把它录成呃录成 是录成这些视频录成这些呃一个一个句子的音 并且下次上课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他来认这个字 比如说上中下和弦后我们就要给他看 让他认 上中下和弦后找武晚卓金明 后来又反过来 让他们反反复读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教学过程中我们不是通过拼音来叫自音自意 我们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字一个音你就把它读下来背下来 通过背诵短句来记忆自音自意 这是我们的教学的特点 你看我们在这里所有的字都没标拼音 并且没有一个拼音出现在这个课本里面和这个软件里头 呃但是我们有音 下下下对吗 和和和上武 上武上武 这就是我们呃的教学方法 如果说你第一呃第二课上完就是第三课 一共呢25课一共25课上完呢 那就是三百个字三百个字学完了 如果说你三百个字学完了 三百个字读音都读好了 音和异都掌握了 那么你就汉字就有一定的基础了 呃三百个字学完可以呃 参加我们的HSK HSK现阶段的HSK的二级考试 因为我们每一课都有很多尺度 呃我们做过模一考试都没问题的 呃第一本书学完呢 那就是大概四十个小时 四十个小时就可以学完 但当然他要课后练习的 呃如果是你掌握了这个呃三百个字的听说读写的话 那你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练习 下一步练习我们可以学习拼音 波波波 但我们学习拼音的时候呢 不是呃 是是是 波波 安 波 他是 这都是 这个 这个都是 announcing 呃 这个 这些字呢都是第一册里面学过的字 就是通过第一册学过的字来练习他的音 你告诉他 他就这样说的话 让他这样教一下 他就懂了中文的拼音方法 外国学生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音 你就把这个声末抓到 后来就让他在这个时间进行变化 他就很容易学会 我们中文的拼音方法 我们也还有 除了这个软件之外 还有一些资料 总共我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让他很容易 学会我们的拼音规则 还有那个四声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拼音 拼音的第一个 那是第二个就是 另外一组 后来你还有韵母 对吗 也还有其他 这是拼音的教育方法 如果是说第一次第二次 学完了之后 那你可以学第三册 第二本书 这就是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就是这个 同样是一本书 二十五课三百个单字 一共是二十五课三百个单字 第二个字 学完了之后再学第三册 也就同第三册 那就是这个 也是三百个字 也是三百个字 三百个字的话 你就一共三本书九百个字 九百个字的话 就达到了我们中国的小学二年级的实质要求 也可以按照现在的HSK要求的话 就可以参加HSK四级考试 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词组 有丰富的词组 还有句子 写字 我们每一个字的要求是听书读写 同样的 同样的 所以说他要学完了这三本书的话 就可以达到小学二年级的数字量 达到HSK四级的应试水平 可能考不到满分 但是过关分数是没问题的 是能够做到的 那个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这就是我们一到四册 四本书 四本书 四个软件的一些内容 是我们的一个教育方法的 每一本书 这就是第一个软件 第一个软件是汉识自信知识与技术 只要四个小时 四到六个小时 第二个软件是 HSK一 HS科码中文第一册 就是二十五课 四十个小时能做到 第三课软件也是四十个小时 这也是四十个小时 一共就是一百二十个小时左右 就能够把我的一套全部学完 就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那些外国学生 他往往是少于一百二十个小时 上面上一次我教了一个 就是八十个小时学完这三本书 但是回去巩固还在靠他们 这个呢 就是我就这样就介绍了一下 河马的 河马的教学软件 河马的书本 河马的教学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就 正题就是讲一下 我们的教学为什么是这样 对吧 我们的方法为什么是这样 它跟传统的方法也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方面做一些介绍 好 首先呢 我介绍一下 我自己 我自己 我是叫欧阳贵林 我是江西九江人 我是江西九江人 本科的时候呢 是在重庆大学学的物理 后来呢 后来到英国就读了一个计算机硕士 后来就是在英国工作一段时间 我在英国是待了有七年时间 后来就移民到加拿大 在加拿大待了十三年时间 一共在外国就有一二十年时间 在外国的都是做计算机编程工作 就是以各种各样的软件 网页软件 安卓软件 安卓软件 苹果上的软件 还有各种各样的辨识软件 核马自信技术 我是从2003年 在英国开始的 当时在英国 因为学习一个编程技术 这是C-shop 那是微软的一个编程语言 C-shop 编程语言呢 当初学完之后 也参加了那个微软的考试 考完之后 就想到要做一个练习软件 要把这个知识巩固下来 学了不要忘了 后来就选择了一个手机上的输入法软件 那就是 就是手机上输入法 就是以前的那个时候是 0到9 小键盘 诺基亚的那个手机 所以是通过0到9 做一个输入法 后来就慢慢慢慢做 0到9的输入法 它是重码非常多的 做不好的 做不好怎么办呢 后来就想到了 哎 有25个数字吗 25个数字马来输入 所以说 25个数字马比9个数字马呢 那个就是分辨率高了很多 重码少了很多 速度也快很多 因为9个数字马 10个数字马的话 它的重码是特别大 是克服不了的困难 还有呢 取码次数要多 那么25数字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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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行码 后来自己越做越觉得越好 非常容易学 速度又快 它比无比之行的更好 我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 和马是最好最重的汉字行码 因为汉字行码 是我们很多人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要给汉字变一个最好的行码 无比之行 出了无比之行之后 大家觉得无比之行有问题 大家都改 改了很多 就出现了万马奔腾 那和马之后呢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和马是最好最重的行码 就是从七个点 就说明了和马已经把这个 把这个编码规则已经做到最好 不能再好了 后来这篇文章发表 发表是2006年 2006年 现在也看得到 你要是在我的网站上 你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和马是最好最重的汉字行码 在这之后也确实是没有出现 比和马更好的 没有 就没有人在做行码了 因为没有人 看了这篇文章 你看到没有办法超越 这就是说 你在和马之后 再无行码 确实是 确实是这样 因为无比之行出现之后 大家都在变形嘛 因为无比之行 大家都觉得你这个地方要改 那个地方要改 改的人多了 就是万马奔腾 出现了数千种 汉字行码专利 但是和马之后 再无行码 这就是和马 已经搭到最好销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因为它的和马 做得这么好 就是那么容易学 速度又快 并且是大小就蛮通用 大家刚刚看到 我们在电脑上 可以说小节版也说 它的优点 就是比无比之行快 好很多 比无比之行更快 容易学很多 外国人都只要 四到六个小时就学会了 对吗 我们中国人 两三个小时就学会了 它的速度在大节目上 比无比之行更快 并且小节版上 小朋友也可以学 非常容易 我就想到 行码已经做得最好了 那能不能把它用于 汉字教学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外国学生 学会中文 外国 中国的华语第二代 也学会中文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汉字字形的知识 没有汉字字形的技术 没有汉字字形的教育方法 那么我的河马 做得这么好 我就可以把这个英语 应用于汉字教学 所以从那里开始 大概是2009年 11月份的时候 我就从加拿大 回国到了北京 在北京医院大学 在北京医院大学的 那个留学生楼 一季门的那个高楼里面 住了一个月 就是专门跟外国学生接触 因为那个地方 可以免费吃早餐 外国学生也在那里免费吃早餐 每次早餐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外国人学生交流 我说你要不要学一个新的汉字学习方法 一个自行输入方法 也是不少学生 教了不少学生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检验到底这个自行技术有没有用 教老外有没有用 后来我自己一个月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是好东西 这个可以帮助外国人学中文 可以帮助他们掌握汉的自行技术 后来 我在这之后呢 我就回了加拿大 就是做了 就是把这个技术应用到 中文教学 就是出了 出了这个 这个四本书 这个四本书的第一版 就是那个时候出了 并且呢 软件呢 就是在手机上的输入法 在iPhone iPad 安卓的所有的输入法 并且这些软 这些书本的多平台的软件 都做出来之后 就是2016年的时候 把这个做好之后 我就6月份的时候 我就 我就辞了工 在加拿大的工作 就辞了就是专门做这个 当初2016年就去了印尼 去了印尼之后 年底呢 就到了广州 吉兰大学 和广州外语外贸 外语外贸大学 那里面做过 讲教学 后来2017年的时候 我就来到深圳 在深圳那里注册公司 就是落下来了 就是 呃 注册的公司 就是河马科技开发院 就是专门做 河马中文教学法的 应用推广 这就是 呃 我的一个 大概的情况 就是 也是河马中文教学法的 教学法的大致的形成过程 就是2017年到现在 有三年半的时间 在深圳的话 基本上 一直都在教我二个学生 在教的过程中 我也在不断地总结 呃 并且把字音的教学和字意的教学 对人读写成文章 读派成的视频 就是这三年呢 就不断地丰富这个教学方法 现在也就是非常完备了 呃 非常完备了 就是 呃 就是进入了推广 应用推广的阶段 啊 这就是我 一个简短的介绍 接下来呢 我就讲一下 呃 为什么是 河马中文教育方法 为什么河马中文教育方法 比其他的一些教育方法 要有 有它的好处 哈 嗯 嗯 接下来呢 我就讲 河马中文 嗯 不是这个 这样讲 看 中文教育方法 应该是 不是汉字教学 汉字教学 对不对 中文 教 教学法 的 三种模式 我们讲 第一种模式 就是古代的 古代的中文教育方法 模式 成为一种模式的话 就是一种非常通用的 呃 普遍 随处可见的 它有相当的稳定性的教材啊 教育方法 也应该是相当简单的 呃 所以说是 诗学加经书背书 我让你看清楚 古代的就是认字的话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认 它不像现在的 有拼音教育方法 分解音 有字形教育方法 可以分解形 它们就是一个一个字认 赵 前 生 礼 周 五 正 王 一个字认 一个字写 我们就是说叫做整字识写 那么它怎样记忆它的字音字意呢 那就是背诵 三字经文 北加信 千字文 背诵呢 你就记得它的字音字意了 对吧 这是古代的教育方法 古代的教育方法是很有效的 我们中国的古文读中文都学得很好 是吗 不管是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 它们中文水平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但是古代的教育方法呢 它还是有点难读 一个呢就是说 它教学不是对所有人的 只是部分有钱人家的小孩才能学 第二呢 它就是教学过程中 它如果是小孩子不认真的话 它可以老师可以责罚 可以管束它 第三呢就是说 古代的小孩子学习内容啊 非常少 只是语文算数 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的小孩就学习的东西 内容就多 不仅仅是语文数学 还有各种各样的文艺体育 还有 除了学中文之外 还要学英文 各种语言也要学 所以说 现在的小孩就是 内容非常多 经历全会分散的 他不会把那个时间 大多的时间 退优到一个中文的学习上 还有呢 中国的小孩 现在的小孩 是不能体罚的 不能训斥的 再一个就是说 现在的教学是面对 全所每一个人的 所以古代的教育方法 拿到现在是行不通的 是太难了的 它当初是可以做到 因为当初的教育 教学情况 是跟现在是发生很大的不同 还有呢 古代的教学呢 三字经北架信 它那里面的能理道德 实际上观念太浓厚了 不适合于今天 这些观念 对于不适合今天 所以说古代的书 也不适合于今天 所以古代的教育方法 是不适合于今天的 这种教育模式 第二个呢 就是拼音的教学 它也作为一种模式 因为拼音呢 1958年 基因方案公布之后 我们就是教汉字字音 就给汉字字音提供了 教学提供了一种方法 那个时候嘛 学个字音是很难的 要发音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广播 没收音机 没电视 更是没有 像现在的internet 各种各样的视频 现在的小孩 学个普通话 那简直太容易了 你打开视频 但是那个时候 要学普通话 不容易 对吧 你没有传媒嘛 没有传媒的 传到你知道的 所以说拼音方案出现之后 那你学会了 那波红摩 那个字母之后 字母的发音之后 就可以拼音 这就是一个 拼音音的教育方法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呢 我们中国还有很多 人是文盲嘛 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很多人要快速扫盲 所以说拼音方公布之后 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别人都觉得 这是打开了一条路 能够为 能够为扫盲 能够为中文学习 提供帮助 这是确实是有 它的功劳的 有它的功绩的 但是呢 拼音教学 对我们中国的小孩 不管是正的帮助 还是负的帮助 那都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但是拼音用于 对外汉语教学 就是用的 因为拼音 58年之后啊 从拼音入手的教育方法 不管是在赏盲班 还是儿童教学 还是在国外的教学 全部是先学拼音 后学汉字 这就成为一种模式 这是普遍采用的 一种模式 你现在在国外去 你在YouTube上 在Facebook上 所有的中文教学 全部是从拼音开始 你就知道 从拼音入手的教育方法 拼音发明之后 从拼音入手的教育方法 对国外的教学 影响之深之广 对吧 它作为一种教育方法 对在国外教学的效果 到底好不好呢 我认为是不好的 因为呢 几十年教育下来 几十年 无数人在这方面努力 很多老师努力 但是教育效果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不好 就是华裔的第二代子女 95%的都不会认汉字 不会看中文书 不会上中文网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在国外带来一二十年 我知道 所有的家庭都到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因为 造成的结果就是 你每一个华裔子女 华裔出去 出去一个 断掉一字 因为 因为你不管是你父母亲 多有智慧 你不管你老了多少钱出去 你不管你心 你心愿多好 你说我在国外去 在国外买块地 建立一个家园 要传承中国文化 在这里开发结果 但是你的子女 中文化都不会说 你有什么用 就是说 你所有的文化 都传不下去了 就是说 出去一个 断掉一字 你的文化就断了 所以说 外国学生更是 因为中国学生交不会 外国学生更是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为什么 在花了那么多劲 都交不会呢 就是 拼音的 造成的 我认为是拼音造成的 因为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 你一旦用了拼音之后 因为拼音是用ABCD嘛 一旦用了拼音之后呢 他就用英文念音 中国人还好说 中国的小孩都能够念得准 但外国学生呢 他就用他的母语音 念中文拼音 他就发不准 并且这个发不准不是一时 是很长时间发不准 这是第一个 发音不准 因为 这是用母语发音吗 发音不准 第二个呢 就是 妨碍了 自行的书 自学的学习 为什么说 方案的自行的学习呢 因为 你一旦学了拼音之后 并且我们所有的教材都是 把拼音放在看字上 他小孩子就只看拼音 不看字 这个是在教育方法上 小孩子只看拼音 不看字 那就不会认不得字 第二个呢 在观念上 一旦教了拼音之后 他们觉得拼音 就是汉字的一种形式 他们非常乐意 你中文全部变成拼音 他就希望你中文 不应该有自行 不管是中国的小孩 外国学是同样的 他就说你 你干嘛搞个自行呢 拼音不就行 大家都会一样的 拼音 你就不要 他就对自行有个 抵触 你一旦教了拼音之后 他们就是 你就教会了他一个 抵触汉字自行教学的理由 给了他一个思维 就是说 你汉字就应该采用拼音 不要采用自行 所以说到处的结果 可能呢 大家都觉得我这样说 是有主观 但是你看到现实的结果 就是如此 几十年教育下来 华英子女都学过汉字 即使是学会了 在学校里 学会了一些汉字 但后来采用了 拼音事务法之后 你打了打了之后 汉字就忘了 所以说 你在国外的教学 效果就是这样 华英子女是这样 外国学生 所以说你的中国文化 在国外的传播 基本上是 没有做到 好 现在就是说 两种教育模式 一个古代的 一个是拼音的 还有没有第三种呢 那就是第三种 就是 我这个比不下 从自行入手的 教训方法 因为 因为汉字是自行嘛 汉字是自行 自行组成的 所以说 我们呢 几千个汉字 怎样去教 怎样快速的去教 一直是我们 从古代到现在的人 在琢磨的 在研究的 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 自行规律 通过这个自行规律 来应用于 汉字自行教学 教小孩 许识识字 在中国的识字 就是 一直是在想这个方法 这个 这个工作 从 汉代的许慎 说文解字 到 信息时代的 无比自行 表情嘛 唱节嘛 我觉得大家都是 朝着一个目标 都是想 找到汉字自行的规律 并且把这种 自行规律 应用于 汉字教学 来辅助汉字教学 来帮助汉字教学 这个 这个事情 一直在做 但是 有没有一种 自行方法 用用于 儿童四字 和对外汉字教学 来 到现在都没有 因为 这个自行规律 大家都在做 但是都没有做好 比如说 无比自行 是做出来了 但是无比自行 太难了 它不适合于 儿童四字 不适合对外汉字教学 都没做到 许慎的 那个一本书 那只是 自行分析理论 自行解说理论 它并不能够适合于 入门阶段的学习 对吗 所以说 从自行 入手 学自行 一直都是别人的理想 但是一直没做到 现在的 和马 做到这一点 和马 做到这一点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从 25个自行字母 再到 大字根表 再到单字取码方法 这都要四个小时 外国学生 四到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吧 六个小时就可以做 中国人的话 两三个小时 这就是说 汉字字型技术 已经非常 在和马里面 就是实现了 非常容易了 就是 就是做到了 所以说 我刚刚 刚刚说了 和马的 那个书法 是最好最重要的 还有呢 在教学习过程中 就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说和马 就 就 做到了汉字型的最简化 并且适合于 儿童师之和对外教学 因为我的所有的教学 我都是教外国的 我的外国学生 所有的都第一课 就是要学 和马里面 自行知识技术 毕竟我也教了 很多外国学生 教了很多儿童 就是儿童师之和对外教学 都可以采用我这个方法 就是说这一套 这条路是走通了的 在我这里走通了的 就是和马 现在呢 是形成的和马中文教学法 和马中文教学法 这就是三种模式 这种模式一旦形成的话 它可能会要 在我想来 就会改变整个中文的教学 国内外的中文教学 国内外的中文教学 因为这是一个 这种一种技术 是那么多年 大家期盼的 大家期盼的一个技术 并且它出现了 并且教育效果也验证了 现在需要更大规模的验证 也需要有更多的老师加入 比如说你们这些大学的老师加入 那么就把这个技术推广 应用出来 所以说我们是 这是三个模式 一种古代的模式 它不是会今天 拼音教学模式的话 它在我分析 在我的经历看来 它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上 是有问题的 它做不到 中文教学是做不到 只有从自行入手的 战略教育方法是可以做到 这就是一个新的模式 一个新的教育模式 它能够解决我们 中文教学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是说 应用推广的好的话 能够改变整个的教育方式 全世界的教育方式 能够给我们中国文化走出世界 带来很大的好处 这就是我介绍了 中文教育方法 为什么要采用 核马教育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讲 就讲一下 核马中文教育方法的内容 我们就讲一下 核马中文教育方法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是8点 核马中文教育方法的内容呢 第一个就是 自行的教学 自行的教学 就是自行吧 你说自行 自行的教学的话 我们等会再把它分开来讲 它指标4到6个小时 我们中国人就是2到3个小时 去解决了 第二个就是自行的教学 自行的教学的话 我们中国的自行的教学 我刚刚说了很多 就是我们中国的中文 叫自行 不能够从拼音开始 那么不从拼音开始 从哪里入手的 就是采用我们古代的 直接教育方法 因为我们中国的自行 它是很简单的 其实是很简单 因为发音方法非常简单 比如说 我们中国的自音 全部是一个字 一音都是单音节 并且跟其他的自音呢 都是分离的 不相连的 比如说 每个字的发音 都是同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简单 一 二 三 四 它在中间没有变化 没有上下变化 没有把它连到一起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 北京 这是对的吗 但外国的发音就不同 外国人人叫北京 北京 因为外国人 所有的音都要连在一起 所有的自音呢 它的 音节要连在一起 你要叫上海 我们说上海 但是外国人就 上海 因为他们习惯了 这是他们的语调 我们中国的中音 就是一个字 一个音 一个字 一个音 那么我们中国 有多少个音呢 又非常少 二十三个声母 二十四个韵母 对吗 这是韵母 这是声母 如果说二十四个字 就有二十四个声母 二十四个韵母 那么你要把这二十四个字 发准了 那你二十四个声母 二十四个韵母的发音方法 你就掌握了 就基本上掌握了 因为这个发音方法 就是口型 口型的方法 器官运动的方法 不管是哪个音 只要声母 所以说中文的 中文的发音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我在教外国学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课第二课 可能呢 你是单个音的发音的时候 要摸 脑外要摸一下 但是到了前两三个教完之后 后面的发音非常容易 被一点都不难 这就是我们的字音教学 我们到后来 我等会再讲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 字音的教学非常容易 第三个就是 字音 字意的记忆 比如说我们的音 你知道怎么发 没问题 比如说字 我们说声吧 这个声是一个 声的发音的话 你知道怎么发 但是你怎么知道它念声呢 它上面没有标 对吗 母和音 你没有标 你怎么记得它 这就是最难的 这是老外 老外就是说 你这上面没有声 我怎么念呢 知道它念声呢 你知道没有音 我怎么叫它音呢 不是拼音文 就一眼就看出来 对吗 我们中国就看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 学习的难点 我们怎样 记它的字音之一 如果说你要采用 采用拼音的方法 比如说 声 比如说声的音 音在这 你要加那个 拼音在这里话 那是间接教育方法 你是声到这个 这个拼音 再到音 那个中间就有一个中间过程 它是一个间接 拼音是一个间接教育方法 你把那个遮到之后 把那个拼音去掉之后 那你还能够发得出这个声吗 你就记不到了 所以说 你这种间接教育方法 就像我们现在采用的 所谓的华语之女一样的 你把上面的拼音遮到 它就念不出来了 那你就不是真正的教学了 你就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了 我们中文的教学是 行音 意 紧密结合在一起 看了行 你就调强反射 就知道它的音 调强反射就知道它的意 但是你现在要一个中间过程 放在那里面 其实不能够形成这样 调强反射 所以说我们 我们不能采用拼音 那怎样记得它的字音呢 那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使用背 你就是要使劲硬背 使劲硬背能够成功吗 能成功 我们古代就是这样 三字经北加西 就是使劲硬背 对吗 我们的教学 现在我的教学 也能够做到 我们就是通过背诵短句 来记忆之音之音 比如说我们第一课 就是一二三四五天 你我他的门好 那么学生学完这 三二个字 你就把它录成短视频 放在一条上 回去反反部 唱歌一样的 第二天回来 上课的时候 我就要指导你 你把它背出来 一二三四五天 你会他能够好 都能背得出来 你除了这个方法 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那你别的方法 就是采用间接 你就将拼音在上的 那你要把拼音一磨掉呢 你还记得到吗 记不到了 所以说这就是两种 不同的教育方法之间的区别 一个是拼音 老外就是希望你 放一个拼音在上的 但是这不是真正的中文教学 中文教学就是 行音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条件反射 你要形成这条件反射 就是要实际硬背 实际硬背的方法就是 怎样 一个 你要记忆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背诵短句 背诵短句 背诵短句 就是我们的记忆之音之一的方法 我们所有的叫 我们的三本书 全部是这样编的 我们古代有三字经北架性 但是在拼音教学阶段 就没有这个可背诵的东西 没有可背诵的教材 大家想得到吗 因为在拼音 汉语教育方法 全部是对话 所有的教材 特别是初级教材 都是对话口语 这种口语呢 就有很多很多重复的字 它不适合于做背诵 所以说它把中国教学 从古代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把它放在一边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经验捡起来 重新加以利用 重新用新的教材 编织新的教材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内容 再学拼音 我们刚刚不是说不学拼音 现在又学拼音 但是这个不矛盾 拼音呢 那作为我们的字音的标准方法 是科学的 是国家标准 这个我们从来不怀疑 因为你中国的音 需要南北统一 要东西要以字 要不统一的话就很麻烦 如果是汉字不统一 中国文明 你就没有办法去发展 如果是语音不统一 现在然然是不行 没有一个统一的语音是不行的 所以拼音是很重要的 是国家标准 但是拼音呢 它是汉字字音的标准方式 它不能是汉字语音的教学方法 也不是字型的教学方法 我们要学拼音呢 是在学完了 核马中文第一册 三百个字的听说读写之后 再学拼音 那就不难了 因为外国学生学拼音 它呢就是 它就是没有这个音嘛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小孩学拼音就很容易 因为在四岁五岁的时候 它所有的音都会发了 妈妈妈妈 哒哒哒哒哒 这些音呢 在它的嗓子里面都有了 很容易 拼音就是一个序列 一个标准序列 妈妈妈妈 娜娜娜娜娜 这些都是标准序列 第几声 第几声 第几声呢 就是在这序列里面 第几个位置 你把它拿出来 放到你的词组就行了 但是老外 他没有 嗓子里面 没有那个标准序列 他发不出来 妈妈妈妈 他发不出来这音 所以说 他就学拼音就特别难 他就不知道是怎么发 是吧 所以说我们学拼音是在 合马中文第一册 学完之后 再学拼音 这就是我们 合马中文教育方法的 四个内容 拼音我们也有软件 刚刚我给大家看过了 对吗 那就是我们 合马中文教育方法的 这四个内容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讲一下 自行教学 现在一个一步 一步一步深入 现在就讲 自行教学 八点半 我们是刚刚是 哇 哇 今天讲那么慢 今天为什么讲那么慢 哦 一翻了一刻 好 自行教学 自行教学 有三个 一个就是二十五 个自行字母 就是这个二十五 第二部分呢 就是大字根表 第三个呢 就是单字 十足的去码方法 这个是两个小时 这个两个小时的表 就是我们就很快就学完了 这个 就是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就 讲一下二十五个 自行字母的 学习方法 这个二十五个 自行字母 是非常容易学的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他就 你就知道了 就是说 自行教学 就是这个内容 四到六个小时 就教完了 好 我们现在讲一下 二十五个 自行字母的学习 我来关一下 这个 这个二十五个自行字母 是我们课程的起点 是第一节课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理解 和码的话 也要从这里开始 和码到底科不科学 也是从这里开始 你看我们的 二十五个自行 第一笔画的是 横的五个自行 第一笔画是 竖的五个自行 这是加号的五个自行 这是第一笔画 是撇的 点五个自行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帮助大家 记绘这二十五个自行 怎样记呢 我就演示一下 就是汉字的基本笔画 就是横竖平 地标是横的字 地标是竖的字 地标是撇的 地标是点的 横竖平 就把它展开一下 地标是横的字都放在这 地标是竖的字都放在这 地标是撇的字 点的字都放在这 地标是横的字呢 就可以分成 因为太多了 我就把它分成两列 分成两列 这一列跟它的区别是 它的第二笔画是数 也就是横加数 变成这一个列 这是撇切的点 是一二三四五 五区 每区是五个位 点 我们记录一下时间 现在是八点十八分 我们看看到底 学结束完这个时间 要多长时间 这就是一二三四五 对吧 这是一一行 这一点呢 就是五十一 你看五一 两点是五二 三点五三 四点五四 星之五四五 星之五四五 这个呢 代表是水 这个呢 四点是火 因为热水的热 燃烧的燃 都是四点 四点至少是有一个意思是火 它代表是火 四点火 星之是有水有火 有温度的地方 我们就是说 这是五五 五一 这是水跟火 这是撇区 地边是撇的 这是单人旁 这是一个人站的人 一个是走路的人 对吧 两个脚走路 这是跳舞的人 两个脚两个手 这是奔跑的动物 这是奔跑动物 就是撇区的 四个地方 五个资本 从下一个人的长头法 再来这些人 这是家号 家一横的变成土 家一树变成草 家一皮纳的变成木 木之上加上就是米 这是土跟植物 这是人跟动物 这是水跟火 这类就是框 比如说上框 下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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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于横呢 就变成口 再加于树 横呢 就变成日 这是左框 右框 这是边框 这是左框跟右框 变在一起 这是一个左框 这个右框 变在一起 就是这个 你看呢 这是第一框 全不是横的 第一框 全是树的 这根 这是一度有个加号 这是撇 第一框是撇的 就是你非常容易记 这就是形状 它表达的主要是形状 那这就是一个门框 这就是一个进出口 这是口 这是日 通过形状 表示的意思 这也是通过形状 表示意思 就是非常 非常容易记 你看我们 可以稍微记一下 这个点区的四点 就是五四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记得 对吗 这撇区都是四嘛 因为 四的第一个话 也是撇 就是这个是两个脚 两个手 就是四四 也是因为记得 这个呢 就是三四 因为加 加就是三 这是四个 木头是三个笔画 就是四个笔画 就是三四 这是四边形 就是二四 这是一四 就是一一 它第一个话 是一四 这是四一 一一四一 那么就是一四 你可以记得它是一四 如果说你把这个 五个之根记熟了 这个五个字根 应该是比较好记的嘛 五个字根记熟了 你接下来的话 就很容易记了 对吗 其他的就是 上面就是 比它简单一点 下面复杂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 也可以作为啊 我不知道老师 你们呢 愿不愿意我们做一下 那个练习 愿意做一下练习 比如说这个 这个边码是 五一对吗 我们就是 平时我们就可以 在练习中 我们就会做这种练习 一般来说 都很容易就记住了 这是五四 这是五五 五五 后来再练习它一下 这是多少 五四 这个呢 五三 五二 五一 五五 就是很容易把这个 二十五个 这个就记熟了 我们今天呢 我们不知道老师们 愿不愿意参与 如果参与的话 你们可以 你可以跟我一起练习一下 你可以打开你的 那个 麦克风 你可以打喇叭 你可以打开你们的喇叭 可以记光为起念 这个呢 五三 对吗 五二 五一 对吗 麦克风不方便 好的 没关系 就是说 我们在教学中 我们都 在第一天的 第一天的教学中 我们都是 都是要学 那个四一 这是四二 站立的人 这是走路的人 这是跳舞的人 两个甲两个手 跳舞 这呢 就是四五 后来这个呢 我们就反反复 念一下 这是四三 这是四二 这是四一 这是四五 那反复复 这样练习一下 那么就记熟了 但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一直 一直想练 练熟了 这是三区 加区 加区 这是三二 这是三三 三四 三五 对吗 这就很容易去 这个 这是三五 这是三四 这是因为 加区的第四个笔画 这是草子头 这是土子 这是石子 这是米子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就很容易 很容易记住 那是树 第一笔画是树的 树上框就是二二 下框呢 就是二三 这是三边形 二三 四呢 口子就是四边形 就是二四 日子就是二五 因为它第一笔画都是树 所以都是二 这个就是很容易 这是第一笔画是横的 横就是左框 是一四二 它第一笔画是横嘛 右框是一四三 先左后右 这个 这就是边框是一四四 这是公子 是一四五 就是反反复 记它一下就行了 嗯 这样就是 后来 这个如果说学完 学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 二十五个字根组成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组字了 比如说笔字 笔字就是一个心子 加一撇嘛 心的编码是五十五 撇的编码是四十一 它的编码就是五十五 四十一 对吗 比如说串字 就是两口加一数 也就是我们的软件里面 可以学的 那你再 你再 举一个字 细 手细 那是一撇加个米 加个心 它的编码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 二十五个字根里面的 呃 这些字根组成的字 那是两点加一横 加一树 加一个土 加一个四 加一个土 都是一样的编码 那这编码就出来了 啊 就是说你通过了 这个二十五个字根 掌握了这个二十五个字根的话 你就可以掌握很多字的编码 那字的编码 这个编码也就是电脑输入 手机上输入的编码 就可以 呃 你就 你就是第一节课 哪怕很短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二十六 二十六 我们刚刚做的很快 就是二十六的话 你就是八分钟 八分钟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二十五个字根 还有它的那个组成字根 就是基本上介绍一下 就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非常快速的 好 我们 呃 呃 我们的介绍 如果是这个做完的话 嗯 嗯 我们就接下来呢 就是打这个表啊 那个 呃 呃 就是学完这个 之前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写一下 这个 就是我们第一个感觉 刚刚我们 一一 学完了 二十五个字根 二十五个字根 就是刚刚学了二十五个字根 后来呢 你就二十五个字根 组成一些字 做一些练习 你就 掌握了 这样呢 你就掌握了这二十五个字根 后来你再学 接下来学 学完这个之后 再学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教学的内容 好 呃 我们我的讲课 我就介绍了这 呃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看看老师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通过问题来回答 哈 来个解释 可能会更好一点 更有针对性一点 哈 更有针对性一点 好 我现在 把时间 呃 给老师们提问 留下来再半个小时 老师们有什么问题吗 在你们的教学观中 会不会有同样的呃 汉字型的教学 汉字音的教学的一些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写 拿一个数键盘 嗯 哦 哦 OK OK 安装啊 安装是USB接口 啊 你是US 你不是买的USB的接口吗 USB接口插上去就可以用 就不需要有任何 哦 哦 哈哈哈哈 你好 USB接口就行了 因为没有什么安装的问题 呃 在我们网页软件上的话 你只要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呃 不难的哈 那呀 我说 我 嗯 软件的设置啊 哦 他那里面呢 在手机呃 在电脑呃 那个小数字键盘 上面有一个 上面有一个叫什么 Number Lock Number Lock 你要把它Number Lock点一下 Number Lock点一下 之后就亮了 这个灯亮了 灯亮了 你就可以输入1235 如果是灯没亮 你看 那灯没亮呢 他就是上下左右键 你看键盘上他有上下左右键 你要把那个Number Lock 就是数字锁定键 数字锁定键点亮 他就是变亮了 他就可以输入1235了 看到吗 哈哈 这个就去 嗯 嗯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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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记不记了 谢谢老师 嗯 谢谢谢谢 谢谢老师 你今天过来 嗯 啊就是 你看看 你到时候 你看看 还有什么问题 你你告诉我 嗯 在实验过程中 啊 好 谢谢 还有老师 什么问题吗 嗯 嗯 这个是说 这个是说 老师没有问题的话 然后我再 再写一个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这个内容 解释一下 这个内容 嗯 解释一下 这个内容 就是 就是 嗯 嗯 拼音教学的问题 我们这里有 有很多 太多了 啊 拼音教学的问题 哈 就是我们采用的 不是采用拼音教学 我们都是从这种方式 每个 每个音的发音呢 就是这样 就是拼音节 不管哪一个字 都可以把它发得很长 比如说 你 我们发音就是 你 你可以把它发得很长 你 你 你 对吗 你看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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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有的事 按照同样的方式发 那就是 让汉子字音的学习 就变得简单了 如果是说 每个字上加一个 这是第一声 第二声 第三声 每个字加上 那个就是 很增加它的记忆负担 其实是 真的操作起来 是不是 真要这样的 不虚的 我们的发音 就是这么简单 所有的字 同样的规律法 你要整个样记忆它 你就是把它背下来 比如 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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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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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们的发音呢 就是非常简单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的拼音 不能采用 疑问句的语调发音 比如说 外国学生呢 我们看这个吧 比如说你的发音 还有你的 我们在中国发音 应该是你 或者是 我很好早晚老 这是都市第三声 这样发就挺好的 但是如果是说 你要采用者 这种发音的话 就是疑问句语调 你看我们在这里看 比如说你 you 如果是说 在英文里面 它就有一个疑问句 you is that you 那就是说 它 要是疑问句的话 就是这样的 Dave Dave Are you Dave How are you Dave Rich Are you rich 就是Rich跟Rich Dave跟Dave you 外国人呢 发疑问句 都有一个疑问句语调 他们变音 对吧 外国人要学中文的时候 他也很容易把这个疑问句论 如果是他对那个字不懂 那比如说 他发不准 他就是疑 他就问你 是这样发吗 疑吗 所以我们中国这要发 他这发疑就发错了 我们如果是要问 真的要问这个疑的发音 错的话 就是疑吗 是疑吗 这样发 对吗 我们中国的没有疑问句语调 但是老外有 在我们 他老外要学中文的时候 就要隔除 这个疑问句语调发音方式 他要隔除不了 就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所以说我们在教育过程中 教育方法上要帮助外国人去掉那种 去掉这种发音方法 怎样帮到他去了发音方法呢 就是说一定不能够在发音过程中 产生疑问句 比如说你 我们发你就好了 但是你要发你 我们现在第三声发你 那就是疑问句语调 你要把让老外交了个你 他就非常舒服 他们非常习惯发这个音 但是这样就把他们的疑问语调 带到中国语言里来 他就给他带成很大的困扰 比如很 我们说很就好了呀 很好很早对吗 你要把那个很 那就是他们的疑问句语调 很好很早 这就是错误的音 你要说两个三声放在一起 就变成变成了 你为什么要教他变呢 你开始教他很不就行 那么很好很早 好也是一样的 好人很好 你好 如果是你要变成好 那就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同样如此 就是说这是独自第三声 这是第三声 第三声的发音方法 如果是说你要是采用这种教法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音都变得非常复杂 变成非常复杂 所以说我们教学工方方法 我们的拼音教学 我们是直路不采用拼音 我们全部是采用这种 我们叫这个叫做piano p sound 就像一个音 就是永远不变的 你就是你 不要在一个在句子中变音 不用教这个 不用教这个question tone 好 这个呢就是二字词 二字词的发音 二字词的发音 我们从来都是第一个字 发重 第二个字发音 发清 这样呢是非常好的 上下 前后 早晚 爱心 地点 东西 我们全部是 前一个字 重 后一个情 前一个字 重 后一个情 他呢很方便 他们发准音 请问 时间 那些 东西 全部是第一个音种 还有其他的 全部是一样 再见 喜欢 时间 学习 这就能够帮助他把那个汉字的音发准 外国学生呢 如果是不采取这种方法 他们很容易把第二个音发准 以二 三 上下 他们都是这样发的 他就是他们母语的那个疑问剧语调 发音就是这样的 你要不告诉他 他就坏 他就不知道净确与错误 他是很容易把它变成疑问剧语调 他第二个发准 但是我们呢 如果是采用第一个声发准的话 就能够改变他那种母语的发音喜欢 如果是三声呢 就是中间一个声发准 一 二 三 上 中 下 早 五 晚 几 分钟 全部是第三声 中间那个音 发准 在 哪里 这样子 我们在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有 有 爱 心 我 爱 你 在 我在 这 上 中 下 全部是中间音 方音 这样呢 很容易帮他们发准音 比如四字词嘛 就是把它分成两个二字词 东西 南北 春 夏 秋 冬 一 二 三 四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发音方法 我就是在这里补充一下 在这里补充一下 好的 老师们 那时候您好 我对学生导师推荐过来 这个第一次 你的这个研码对应的这些部件 分类是根据什么呀 比如我们之前教学的 OK 这个 是根据什么 要说起来就是第一笔画 比如说这些这几个字证的根据第一笔画 对吗 第一笔画是横的就是一几 一是一一是五 第一笔画是数呢 就是 嗯 第一笔画是数 这是加号 这是第一笔画是撇的 第一笔画是点的 啊 就是说 简单的在一个区里面的是简单的在前复杂在后 比如说一点就是五十一 那么这个比较复杂就是五十五 对吗 四十一四十五三十一三十五 这是它基本排布 那个大字根表了我们也有一个 呃呃 大字根表了我们有 叫教程 呃 它就是 它就是这个这个扩展 大字根表就是这个 一百二十 呃 因为八十三个字根 它的编排方式就是它的扩展 我也做了视频教程 非常简单的介绍 呃 你如果说加我的微信的话 我可以把那些资料发给你 把那些视频都发给你 你就 你就可以知道了 嗯 谢谢 谢谢你的问题 呃 这样解释了 给你有点解释清楚了吗 嗯 谢谢 还有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嗯 嗯 嗯 今天 今天老师 嗯 嗯 另外呢 我就没有什么 嗯 要讲的呢 因为我就没有什么要讲的了 啊 呃 我的 我的手机号 我的手机号就是我的 呃 微信号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哈 嗯 同学 1392420357 你加我的微信 我就可以给你发一些资料 给你看 嗯 嗯 3557 三 两个五 3557 嗯 嗯 有点不对 3557 13924203557 2 4203557 呀 就这个 这是我的网页 嗯 那好 那好 呃 还有一个林老师呢 林老师没有没有说话 嗯 嗯 嗯 秘密 好的 老师们如果是说呃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就结束哈 因为就不耽搁大家的时间了 嗯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们今天参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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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